大覽隧道宣布,根据法例,只行调高隧道收费 而行政会议也批准大老山隧道加价,加幅最高达三成 处理行政长官唐英联说,加幅已经平衡各方面利益 先由黄家俊报道两条隧道加价的理据 大老山隧道获准在8月1日加价 私家车和的士由10元加到12元 小巴客货车就加1元,新收费是18元 加最多的是双层巴士加了6元,加幅达到三成 政府的发言人说,大老山隧道运作了16年 累计亏损超过4亿,加价之后的回报率只是4.9% 至于根据法例,可以自行调整收费价大纜隧道 公司的发言人说,截至去年的7月底 累计亏损4亿,还欠银行30几亿 原本02年可以加价,但没有加到 今次加价是必不得已 新收费6月19日实施,但会提供一些优惠 私家车和的士,过税度要付25元 实际上加了3元 加最多的是小巴和双层巴士 小巴的新收费是75元,加了15元 我们是很清楚任何的加价对民生都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要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 这个平衡就是我们要吸引一些投资者来投资一些基建项目 环境运输及公务局局长辽秀东就说 大陆山隧道加幅合理,所以没有好像东隧申请加价那样 尋求仲裁阻止加价 无线电视记者王家俊报道 再有隧道加价,有立法会议员担心会造成骨牌效应 令到更多隧道和交通工具加价 亦都有人担心会加重屯门公路和狮子山隧道的负贺 黄卫凤现在就在窩打老道私隧的出入口 黄卫凤,司机对两条隧道加费有什么看法呢? 一问话,很多司机都是反对加价的 特别是职业车司机 因为隧道加价会增加他们的经营成本 也有不少驾驶者认为今次加价是不合理的 因为担心大陆山隧道加价之后 狮子山隧道和大陆山隧道的收费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到时可能会有更多人使用收费较便宜 但是较为擠塞的狮子山隧道 而在大陆隧道的情况也都是一样 不少驾驶者都说会改行屯门公路 但是同时也担心屯门公路的擠塞情况会恶化 大陆山隧道加价 有司机认为不合理 会改用平4元的狮子山隧道 如果你每天要经过 你计算一下数据不划算 那都是要选择狮子山 当然不加好就加了 现在我们的入息经议是很少的 每天给多2元都是有问题的 同样受加价影响 住在屯门元朗的驾驶者就考虑 不用大满隧道 改行屯门公路出时区 如果不赶的话当然是行屯门公路 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 有立法会议员担心会牵起加价潮 一旦这些隧道加费那么紧要 所有的交通工具有可能都会随之加价 这个骨牌效应是会对市民大众 是形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九巴现时有50条巴士线 用大老山隧道和大满隧道 隧道加价之后 每年要给多3千万元隧道费 对营运成本造成极大压力 但是暂时不会考虑将加幅转价给消费者 而新巴和城巴就表示 会透过开源折楼控制营运成本 而政府就估计大老山隧道加价之后 对交通流量的影响是很微的 我们在这里的报道暂时这么多 将时间交回给卓卫仪 谢谢